如今,AI换脸是拯救血藏剧的主要方式之一 其实不少热门作品中都有被AI换脸的演员 但有的看起来不违和,有的则十分突兀 1.甄嬛传 甄嬛传可以说是这十年里最经久不衰的轻工剧了 不少网友都曾二刷三刷过 以至于该剧中的很多角色都被大家扒了出来 其中就被扒出甄嬛传的丫鬟是AI换脸的 众所周知,甄嬛传有两个心腹丫鬟 一个是彩月,一个是彩霞 彩月的戏份较多,所以大家也比较熟悉 而彩霞的戏份并不多 在一些大全景镜头中可以看到她 但可以明显看出她的脸部抠图痕迹明显 对比来看就有些不自然 彩霞的扮演者是刘璐 她因大闹火车站 自称自己是公众人物 剧不配合现场工作人员 还叫嚣到你完了 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不仅如此 刘璐在另一部剧《三千压沙》里也被换脸了 她在剧中原本饰演的是轻轻一绝 但AI换脸后就显得脸部非常不自然 脸部轮廓和阴影处都明显看出是被换了 就连演员表上的名字 她也被换成了张鼎鼎 其实刘璐是南京艺术学院表演系的科班生 原本前途不错 还是芒果的签约艺人 如今被换脸 被解约 很多人都觉得她是自毁星途 二 星汉灿烂 暑气党热播的星汉灿烂中 也被拔出有演员是AI换脸的 这个人就是万七七的父亲万将军 看剧的朋友都知道 成家和万家是至交好友 前期不少戏份都是在万家拍的 所以万伯父的戏份还是挺多的 于是就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万伯父好似是AI换脸的 还拿出了不少证据来说明 比如她的眉眼相对更加锐利 肤色以及脸上的光源 与其他铜框石都不符合 还有网友查了演员表 虽然显示是任安清 但该演员的作品词条里 却没有星汉灿烂 不仅如此 还有网友晒出了路透图 称原来的演员是井冈山 但是换得很成功 几乎看不出来 原来的演员是井冈山 从路透图来看 确实是井冈山本人没错 他还十分认真地听导演讲戏 而为何演员被换脸 据说是因为存在一定的风险因素 剧组要重新拍补会很麻烦 所以选择了AI换脸的方式 不过许多网友们都说 这次的换脸太自然了 不挑细节的话根本看不出来 算是换脸的很成功了 3.买定离手我爱你 买定离手我爱你 是一部时尚职场剧 讲述了丁奕可 由时尚职为父的护飘女生 步步进阶为超级买手的故事 剧中的男主角赵墨远 原本是由翟天林饰演的 但他由论文事件而沦为劣迹一人 导致这部剧被压了四年之久 剧组也是考虑到重新拍补等难度较大 于是找了个相似的男演员 杨世泽来换脸 而杨世泽虽然名气不大 但也演了不少甜蟲网剧 比如《恋恋江湖》 《月光变奏曲》等等 再加上他的外形和翟天林较为相似 面部轮廓 同属硬挺伶俐的类型 所以在正脸镜头中 杨世泽的换脸看着还比较自然 但在侧脸镜头和一些角度镜头中 他还是很有翟天林的感觉 例如他与女主依偎在一起 明显能看出侧脸和身材 都有翟天林及时感 还被网友们吐槽 看着有点油腻 还有当男女主坐在一起 杨世泽的这个换脸镜头 明显看出肤色光影有些不自然 四 长安十二时辰 长安十二时辰是由雷佳音 一阳千玺领衔主演的古装学艺剧 该剧题材新颖 因而广受观众好评 不过这部剧也有换脸的演员 而且大家对他十分熟悉 他就是演员黄海波 据透露黄海波在剧中 饰演了崔六郎一角 这个人设其实是比较讨喜的 原本黄海波有六级的戏份 但最终都被删掉了 而没有删完的镜头 他也被AI换脸了 当时一些网友还说 难怪看着崔六郎的脸怪怪的 仔细一看 确实是有黄海波的影子 也有一些网友觉得 黄海波挺惨的 时至今日也无法复出成功 仅有的戏份也遭AI换脸 其实他演技不错 真是有点可惜了 五 突围 作为人民的名义姐妹片 突围的期待值也挺高的 但这部剧中也有角色被换脸了 那就是赵立新饰演的书记 吕德光 换脸原因 想必不少网友都清楚 那就是赵立新言论不当 遭到各大官媒的驳斥 虽然赵立新事后道歉 却也于事无补 所以在突围中 赵立新被AI换脸 成了演员李志强 不过这个角色 很多角度看上去还是挺违和的 有网友说 他的脸明显感觉不自然 透露着一种抠图痕迹 不仅如此 赵立新在《风声》里 原本饰演了龙川肥原一角 因其言论不当一事 这部剧也是迟迟没有定档 最后赵立新的角色 被换成了周一维 但网友们觉得 这个换脸挺违和的 很多角度看着还是像周立新 尤其是侧脸部分 很明显就有周立新的轮廓感 被网友们吐槽 换脸太过敷衍 真是换了个寂寞 六 了不起的儿科医生 了不起的儿科医生 是由陈晓 王子文主演的都市医疗剧 主要聚集儿科医生治病救人的故事 剧中演员佟卓也是被AI换脸的 他原本饰演的雷浩一角 但因其高考舞弊事件 导致佟卓的全部戏份都被换掉了 不过这一剧的换脸技术挺突兀的 很多角度看着都不自然 从背影依旧能看出是佟卓 被网友们吐槽 抠图技术不过关 对于AI换脸仪式 同志本人也发文回应了 并表示自己没有收取片酬 还担心剧不能播出 好在最终播出了 并感恩了剧组的提携 其实AI换脸技术 如今在很多影视剧中都有 尤其是一些劣迹艺人 导致作品面临被血藏的风险 不少剧组只能选择换脸这种方式 来保证作品上线播出 也是挺令人感慨的 接下来说 吴磊和赵路斯的《星汉灿烂》 精彩但是也有漏点 吴磊和赵路斯领先主演的电视剧 《星汉灿烂》 是一不错的电视剧 播出不久就成了热播剧 持续罢评 可见观众对它的喜爱程度 这部剧热播无外乎有几点 值得大家穷追不舍 吴磊和赵路斯两大顶流偶像加盟 无论从颜值还是从实力来说 都是可圈可点 号召力当然不可小觑 各个人物错综复杂 家庭纠葛 爱恨情仇 涉及到哪一方都纠缠不清 众多的人物 每个人的性格与命运都不相同 故事曲折 从灭族仇人到任贼做父 最后报仇决恨 故事情节层层递进 给每个人物故事都留下伏笔 还能把故事讲原 女主的几段感情经历 就像一个人谈恋爱一样 总会找到各种爱或者不爱的理由 其实真正的爱情可遇不可求 遇到真正的爱情时 却始终无法放手 只想死守终生 除了男女主角外 郭涛和曾黎的加盟也是可圈可点 毕竟是老戏骨 曾黎一直都是中戏美女 有她的角色都是很吸引眼球的 这次她扮演的母亲更是刻薄可爱 涉及到政治与皇权 这种权力与利益的斗争是特别残酷的 正因为有了斗争才会有故事 总有看不完的斗争与意外发生 各种故事可以一直讲下去 观众也就可以一直追下去 说了那么多的看点外 也忍不住会发现一些漏点 灵异这个老奸巨滑的人 做事运筹帷幄 细思极恐 应该很容易就会发现灵不宜不是她的亲儿子 早就把灵不宜给处理掉了 与灵异的这性格特点有点不太相符 灵不宜的母亲霍君华 其实是她的姑姑 姑姑为了救侄子 宁愿要自己的儿子去死 在那种场景下 一个母亲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阴谋 有点太突兀 铺垫似乎不够 灵不宜怀着很大的仇恨 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将军 但是在某些方面的表现 却显得不那么冷静 不像是一个寄人篱下 隐忍地策划复仇大计的人 一个将军最后的目的是为了复仇 气概是不是有点小 不是说复仇不行 应该不是她的主要目的 剧中男女主角也是不断成长变化的 也是一大亮点 其实不管是男主的仇恨 为了复仇 可以与最心爱的女子退婚 灵不宜其实也为了保护成家 不受牵连 看到了男主在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 有了自己深谋远虑 女主承受伤从小就缺爱 又被母亲刻薄对待 对爱的渴求比谁都强烈 在经历了几次恋爱之后 她也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爱情 哪怕是被灵不宜退婚 也一直深爱着她 总体来看 整部剧还是描绘一个 宏大的故事场景与人物 故事虽然有些俗套 但还是有些新意 里面的政治权力斗争 家庭纷争 感情纠葛 皇亲国戚 后宫斗争都涉及到了 内容繁多 是一部不错的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